《智慧菩提》 我们平时去参加法会或是群众集会时 只会用心观察他人的错误 极少会观察自身 如能反过来 观察自身的行为与动机 则会有极大的帮助 总括来说 找他人的过失 隐藏自己的错误 不但没有设心的功德 反而会增长傲慢 这些都是只行非法的行为 关于人际关系的处理 佛提出了四摄法门 一、不失 二、爱与 三、立行 四、同事 就是四种设受别人的方法 如果我们依教奉行 就会获得他人的欢喜爱戴 生存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当中 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视窗向外看的时候 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象和画面 我们应该懂得如何顺着这些景象而修持 当你看到无常就观修无常 当你看到幻想就观想一切如梦幻泡影 当你看到世俗世界的善恶景象时 就应该思维善恶的取舍 正确地选择断恶行善 自私的人很苦 现在苦将来更苦 为什么说将来更苦 自私自利的人所作所为 都是损人利己 损人害人 后头有果报 将来人家报复要加倍 远远相报 没完没了 他怎么不苦 别让春坑一再地衍生 与循环 这是无止境的苦 也是自己造成的苦 如果感到嗔恨 请静下心 想一想 这是何苦 不失有很多种形式 给予安慰与鼓励 让生命没有恐惧 获得安心 是一种不失 这种不失叫做无畏失 祈愿 皎洁的明月 照亮所有心灵 清凉一切苦痛 圆满众生心愿 解脱无尽烦恼 把注意力集中在指的修复中 修行 多少可以帮你远离新的疯狂境界 让你能注视他 而不会完全地卷入混乱中 受他控制 当念头和烦恼升起的时候 如果你不带沉建底注视他 既不搅乱他 也不捏造更多念头 那么他们就能自己沉浸下来 只要你不做什么 心就会静下来 这时候 观的光明 才能进入你的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 想要看东西 你同时需要点燃一根蜡烛 并保护它不受干扰 因为摇晃的烛光 不能让你看清楚东西 同样的 只保护你的心 不受干扰 而观 则提供光亮 让你看得见 只平静了你的心 观 加大加深 并使心更清晰 更敏锐地去认识心的本性 到佛陀的圣像前 买了水果 饼干 与糖果 供养了一个很大的波 我知道 佛陀并不需要这些物质 但是 我却需要透过前进的行为 柔软 净化自己的心 心 是一切经验的根源 改变了新的方向 就能改变所有经验的品质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连结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连结 有多深广 超乎想象 我们对于这世界 与其他生命的依赖 有多深重 超乎想象 试着与一切和好吧 大地宇宙间 没有一项不少的 不是我们要学的物件 没有一项不是佛法 也没有一项不是修心的工作 只要肯用心去想 用心去修 用心去做 就是成功的事 要用家法去爱人 用简法去怨恨 用成法去感恩 用处法去排忧 慈悲是温柔美好的世界 尊重是祥和欢喜的庙方 感恩是幸福安乐的泉源 赞叹是 是丽人画祂的法宝 是丽人画祂的法宝 必须要发立即众生的大愿 并且 必须随时随地 身体 既是丽人画祂的法宝 丽人画祂的法宝 会以作品不淘汰 如同 业的情节 于是丽人画祂的法宝 是丽人画祂的法宝 菩提心之功德 有怨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之分 1. 愿菩提心之功德有巴 1. 屈辱大乘 一个人如果不发起菩提心 那么他即使有圆满的行持 也不能算是屈辱了大乘 2. 成就一切菩萨学处之法器 发菩提心者菩萨学处之一帐 3. 撤断一切罪业之根 菩提心是对治一切恶法之良药 能肃及毁灭一切恶业 能灭尽一切违反佛法之事 4. 种植无上菩提之根本意 4. 种植无上菩提心之根本意 发菩提心者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之根 第五 获取无量功德 菩提心功德 若具色相者 偏十方虚空 亦难容受之 第六 令一切诸佛欢喜 菩提心功德 无边无际故 第七 一切众生皆得蒙意 菩提心 能成就一切世间利益 堪为诸书圣业作义 作义 左根 第八 宿吉正德无上佛味 发了菩提心之后 就不会堕入耳边 因此 因此能塑集成就佛道 2. 行菩提心之功德 略说有十种 除了上述愿菩提心之八种功德外 再加上 再加上成就不断之自立和利他相许 何为十种 行菩提心 行菩提心升起后 行菩提心升起后 以前大不相同 于一切时 连同睡眠和昏迷状态时 甚至放逸时 自己的福德都会不断地加强和增长 入菩萨行论云 发菩提心意 睡眠放逸时 功德亦不断 其量等虚空 菩提心的功德 是超越数量的 因为从发菩提心起 直至成佛 其间会产生出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是超数量超界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 护持中华印经协会 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怀 认识生命本质 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驻足回首人生的历程 学业 家庭 事业 当人生 拥有了一切 开始思索 人生的意义与来去 向往与追寻心灵层次提升 新的起点 从祝福与改变开始 人生的风景将赋予升华的色彩 净土愿水路法会的祝福 大圣经典法义的学习 不仅实践布施的菩提行 也充实内在自我的涵养 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人 人事物 过往清卷 朋友伴侣 在净土愿水路法会的助导下 我们给予清卷 我们给予清卷无尽的祝福 与怀念 成就彼此 并迈向和善的生命状态 除给予祖先 与过往亲朋祝福 更为六道受苦众生 祈求平安 祈求平安福善 以一丝纯净念想 带来清凉法语 成就无上不失功德 与善报 禁图愿静邀您 一同参与水路法会 同为父母师长清卷 生命中的朋友伴侣 乃至十方法界众生祈福 一位病毒肆虐的地球 祈福祝导 愿大家一同参与盛会 一同成就圆满的人生 世界越来越快 它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它们越来越远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 帮助老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山基金是在那颈 si》 随着资讯的普及及猪的聪明 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脏 笨 臭的罪名逐一被清除 甚至诸比狗聪明的实验也不断被验证 即便如此 因为众人从小到大固有的迷思与观念 使得他们即使以洗清罪名却仍在受苦 就如同中国玉林市的狗肉节 因为当地从小根深蒂固的观念 以至于受到国际踏法也依然乐此不疲 反观自身 当人们站出来指责中国玉林市的野蛮与残忍时 我们依然吃着比狗还聪明的猪 甚至是他们无辜的孩子 各地市面上常见的祭品乳猪 顾名思义就是将还未断奶的小猪活活地放血 并在仍然清醒的状态下 放入70度左右的热水去毛反复滚烫 无辜的生灵受虐乃至死亡 与中国玉林狗肉节一样是不争的事实 因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没人敢在盲目的集体意识中 站出来替他们说话 对于他们受的苦 我们选择蒙蔽 俄国著名学者托尔斯泰说 只要屠宰场还在 战争不会消失 旷世奇才 身兼艺术家 发明家 科学家等多个领域先驱的达文西也曾说过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发誓再也不吃肉了 总有一天 人们将是杀生如同杀人 尊重每一个神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